说第二样 好 就是酸辣粉和麻辣烫 吓我一跳 这什么情况 因为终于来了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我超级爱麻辣烫 真的 我们也爱 我为了吃这个 我差一点没去医院 知道吗 为什么上医院 拉肚子拉 因为我是跟你讲吧 就是我们没果啊 我们没有这个麻的那个瓷 所以我吃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超级好吃 我也吃的好多了 而且也是特别辣 所以我肚子就是 没有习惯这个 不过它是因为 吃辣进了医院 我经常听说的是 吃这两个东西 是因为卫生的问题 进了医院 所以我现在吃的 真的是少了 因为我在这个网上 还有新闻都有说过 这个麻辣烫 桑辣粉那个汤里面 添加剂 不干净 俗称千滚水 而且那个原料 它不干净 很多这个重口味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掩饰这个变质的食材 各位 酸辣粉 麻辣烫 这个谜题在这了 打开我们时间宝典 了解下一个时间 未解之谜 麻辣烫 酸辣粉 暗藏猫腻 让人防不胜防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该如何解决呢 各位 让我们一起实践 出真知 夏日开胃 无辣不欢 夏天麻辣烫和酸辣粉 这一麻辣 一酸辣的组合 也是夏季 让人想想就觉得过瘾 而且开胃的 两大辣味界 当家美食 但麻辣烫和酸辣粉的美味 人们在享用的同时 也是有着不少顾虑的 就拿现在 出处可见的麻辣烫来说 就有不少新闻报道过 麻辣烫存在隔夜汤料的问题 用人工合成的添加剂 做调料的问题 甚至有商家 重麻重辣 只为掩饰食材不新鲜的 种种问题 这让我们对于路边麻辣烫